我們接著來介紹這個自我對準 CELTA他們的雙重不外化大多天然的技術 他其實用到一個很重要的觀念叫做 間隙病的做法 這個做法呢很用到一個觀念 就是薄膜沉積一個很重要的特性 稱之為間隙覆蓋量 這部分不會在化學氣象沉積的手機道 我們一般所謂的薄膜沉積 如果是在坦的平面上的話 沉積就是沉積 沉積的厚度就到處都是這個厚度 可是如果今天你沉積在一個高高低低的圖案上面的話 你的薄膜沉積會長什麼樣子 這時候就來了 如果今天你的圖案是這樣子 有一個大歐在這裡 你今天要沉積一個薄膜沉積不過有兩種方法 一個是用物理的方法稱作物理氣象沉積 一個叫化學的方法就是化學氣象沉積 而化學氣象沉積跟物理氣象沉積有一個很大的差別 在於什麼 側面後路 如果今天你的薄膜沉積是一個原子 一個原子的 直接的 直接的 就像玩魔術方法的沉積下來 大家 都知道我玩過那個魔術方法 直接 龍術方法直接沉積下來 假設薄膜沉積就是原子的對立 如果所有的原子對立都是直直的這樣子 直直的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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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最後沉積的薄膜長怎麼樣 是不是就這個樣子 這個樣子 這個樣子 這就是這樣子 如果是 如果說你腦中的薄膜沉積是這種 原子直接下來可以 那沉積出來的薄膜是不是就是 這樣 那策略是不是就應該是完全沒有了 可是實際上 他會真的完全這麼直直的跑下來嗎 他總是會 總是會飄移 就好像你投球 你投資球最後還是會怎樣 還是會完全 所以策略或多或少還是會有一個薄膜 還是會有薄膜 只是這個薄膜相較於他來講 會很薄很薄很薄 這個就是物理氣象成績的特點 因為他等於是利用什麼 他等於是將你的沉積物 你想要沉積的沉積物 你變成氣態 變成氣態之後呢 然後接著呢 附著到金元表面上 金元是倒立著放在上放 然後呢 蒸氣這樣子上去 噗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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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像怎樣呢 你去做 保養臉部有沒有 用蒸氣來這樣 噗臉 那是怎樣的呢 你的臉部 突出來的地方就會被附到 可是如果有噗噗滴滴的地方 那他側面 比如說鼻子 鼻子的側翼 覆蓋到的 跟整個面 平台的面比較起來 側邊的立法 覆蓋的就會比較少 平面的地方就會覆蓋的比較多 這是物理氣象成績的特點 那如果建議是化學氣象成績呢 化學氣象成績的機制是什麼 化學成績的機制是 就是你要成績的物體 它的原子是怎樣呢 它的原子 先是吸附在表面 然後移動 A原子 B原子 成績的表格之後移動 然後呢 接著在表面 發生化學反應 形成 A B分子 這樣子留下來 所以呢 你的成績物體 它在原子狀態或分狀態的時候 它是會在表面移動的 所以它側臂也會移動 也會移動 然後最後形成出來的 可能會是一個比較均勻的 也就是說側臂的厚度 側臂的厚度 跟平台的面的厚度 幾乎是差不多的 這是化學氣象成績的特點 而這個特點的好處 就可以做我們剛剛要做的事情 什麼事情呢 我今天有一個圖外線石刻出來的 然後接著使用 咱們的化學氣象成績 形成一個穀墨 而這個穀墨 側臂的厚度 跟平台區的厚度 一樣齁 接著我開始使用石刻 石刻 後面會介紹到 石刻大致上 可以分為乾式石刻 跟濕式石刻 所謂濕石刻 就是放到化學容易裡面去 而放到化學容易裡面去 只要放到化學容易地方 全部都被石刻掉 它是個 等向性石刻 那乾式石刻是什麼呢 乾式石刻是使用氣 你的石刻來源是氣坦 那通常會把氣坦 給它離子化 變成離子 變成離子之後呢 利用電廠加速 造成離子 造成什麼呢 離子去轟擊原子 或是轟擊分子 把它轟擊 轟擊掉 這種做法 所以乾式石刻 這種做法呢 它可以很 石刻的很有方向性 就好像拿東西往下敲 就好像那個 雕刻 雕刻 雕刻那個石像一樣 就直接敲敲敲敲敲 所以在石刻的過程中 因為它有方向性 它是非等向性石刻 我可以控制它 完全就是下下石刻 只要在我往下的過程中 我都是靠離子重擊 離子是很大的代變粒子 很大聲的代變粒子 往下砸 往下撞 往下敲 它就把它敲掉 敲掉敲掉敲掉 所以它就會平平的 一直變薄 同樣的深度 它即石刻就是 往下石刻同樣的深度 往下石刻同樣的深度 就這樣 一直石刻 石刻 可是當你石刻平台裡面 都石刻完之後 請問 測避會不會完全石刻完嗎 這個後部等於這個後部 等於這個後部 但是這個後部 有沒有等於這個後部 沒有啊 所以代表說我這個後部 把它石刻完的時候 我側避的地方 這個地方你石刻到很難去的 可是我側避的地方 還會留下 留下這個材料 因為我是單純的向下石刻 所以最後石刻出來的結果 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平安的地方吃乾淨了 平安的地方吃乾淨了 可是在側避的地方 當初在沉積的時候 側避的地方的總貨路是最厚的 所以他在石刻完畢的探區的時候 側避區 並沒有完全被石刻掉 結果留下這個 這個東西這樣 這個稱之為 spacium 這個稱之為 spacium 尖吸壁 這個sign or spacium 側避的 這中文版叫什麼 我也忘了什麼 這個sign or spacer dow penit就是利用這個技術 他怎麼做呢 來回過頭來 來看 他的做法是這樣 我最終的目的 是要圖外畫這麼密的圖外面 可是他 他 我們前面講過 你的圖外面的解析度就會比較差 所以呢 他不是曝光這麼密的紅色圖外面 他是先做怎樣呢 他是先附 綠色這個圖外 綠色這個圖外形成之後呢 再做我們剛剛講的 我沉積一個絕圓層 用CDD畫圍像是一座 然後再石刻下來就 有出現兩個間隙幣 所以每一個圖外會產生左右各個間隙幣 每一個圖外會產生兩個spacer 一個圖外會產生兩個spacer 然後再把中間這個圖外的材料給石刻掉 變成這個樣子 而這一個絕圖 他就可以拿來當作石刻阻擋層 我再直接石刻下去 有這個spacer的地方呢 就可以擋住石刻 沒有spacer的地方就會吃掉 黃色的這一個阻擋層就會被吃掉 阻擋層吃掉之後呢 剩下黃色的就是更硬的石刻阻擋層 然後再往下去石刻 就會石刻出黃色這個 所以紅色這個密度 比當初綠色這個密度還要密 還要密 而它這個做法就是這種 而這種做法可以看到 整個曝光過程只有不一次而已 使用到一次曝光 使用到一次曝光 可是這一次曝光的形狀呢 最後可以產生兩個間隙幣 這兩個間隙幣就可以產生兩個曝光 這兩個曝光吃下來就留下兩個根出來 留下兩個根出來 所以你會看到 你的光照上的果然是比較師出的 可是你最後成績的果然是比較平靜的 這種做法 基本上在公司不用得用 不然我花那麼多錢 買那麼多錢 買那麼好的機台 其實都做成這樣 我就希望你給我一次做成這個樣子 對不對 能夠一次付出這樣是最好的 除非做不到的才敢做過 所以一般都會使用 直接製造會做 什麼時候才會分兩次十顆呢 分兩次十顆 如果大家還有什麼地方呢 那我先回過過來 剛剛的Standlight層是什麼 我們先創造一個圖案 平板圖案上面先露出這個 黑色的這一條就是剛剛白板上畫的 立起來的那根 立起來的這一根 這個是凸起來的材料 凸起來的 凸起來的 接著我們整片層機 CDD 化學機箱整體全程 好 十顆出來之後 整個全程 十顆下去之後 中間凸起來的地方 兩側形成 spa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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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接著再把綠色的中間的圖案給 十顆掉 對 十顆掉之後就留下這個紅色的 再撕下去就會變成 這一根這一根這一根的形狀 這就達到了很密的圖案 剛剛的黑色是比較稀疏的圖案 到這種橘色就是很密集的圖案 這是TopU 你要看 然後呢 整個電路當中 整個記憶電路當中 原間電路最密集的是X-Ray 是 G 是靜態的G 不是D-Ray 是X-Ray 因為D-Ray通常是外加的 不會放在裡面清楚 會跟整個G丟住在一起的通常是X-Ray 而X-Ray呢 除外就是需要很多一根一根一根的砸起 可是砸起 砸起之間是沒有連結的 是要斷掉的 因為它是不同的inverter 不同的inverter要斷掉 所以呢 因verter最後的圖案會長這樣 每一個砸起 這個砸起 這裡面可能有什麼呢 它是一個砸起 也有可能是A to Ridge 它裡面就是一根裡面同時有N個P 每一個裡面同時有N個P 可是呢 每一根跟每一根之間要斷掉 根據我們之前的做法 在尺寸還要斷掉之前 我們都希望一根圖案 同時就鋪出 鋪完這個方式 在以前尺寸還沒有人很小的時候 這個圖案要斷掉就是怎樣呢 光照就直接是這個圖案 鋪完光十顆完就長這個圖案在最後 可是現在微小化的過程中 我們會發現到怎樣呢 這個圖案太密集了 密集到我的人解析度可能不好 怎麼辦呢 你會看到 這條紙線到這邊又要斷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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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鋪這圖案 解析度不好 於是他怎麼做呢 他分兩隻多 我第一次先鋪一整條直的 鋪一條完全直的 跟半根半根這樣的 誰會比較好 當然是整條直的 他的解析度會比較好一點 就是圖案越單純 解析度會越好 圖案越複雜 解析度就會越好 所以如果要鋪成這樣的圖案呢 通常會分兩步驟 哪兩步驟呢 第一步驟先全部 步驟不成直的 然後時刻第一次 先時刻輸全部都是直的很快 就像這樣子 先把一個全部都直的很快吃出來 接著要斷掉的地方呢 再步第二次黃瓜 第二次黃瓜用的光照就長這樣 要斷掉的地方 光用過去把光煮十顆掉 到時候就可以自己把它吃斷了 要斷掉的地方 就把它變成白的 要保留的地方就是不透光的 熱精度在這邊 然後步完工之後就去十顆 所以這個地方 剛剛的地方 只要是有顏色的地方就被刺斷了 所以這個步完工十顆下去之後 配上這個圖案 接著橫向刺斷 會長這樣 就長這樣 所以這個圖案 是先複直的 再複橫的 鋪完橫的把它吃掉 鋪完橫的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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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才是夜天真正在使用的 大部分變成一個技術 這個就是 現在真的有在用的大部分變成 而前面講的什麼 步第一次再步第二次 如果都是同樣的方向 不是不同的間距的話 剛剛講過 你反而會有多兩倍的 互光誤差 會有兩倍的對準誤差 好不然 可是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 這個的誤差跟固執的很像誤差是 它是兩個不同維度的 是不同的 那我就反而要開 所以 基本上業界在使用的 大部分配件 是使用上這一種 就是 直的跟可能的 它可以分開 更解決 變成怎樣呢 直的的 水平誤差 就一次而已 就不會有分兩次的萬誤差 水平的會有水平的 是這個樣子 好 然後呢 課本還提到一個叫做 靈軸光照 這地方我們拿掉 因為它主要是跟 光學系統的改善 那這部分大家自己 一看書上就會有 因為 畢竟各位 將來是專門在做 光學的 對我們 庫胎電子來講 我們是拿來使用 會拿來應用 了解到它的基本原因就可以了 靈軸光照 那部分大家可以自己回去看 好 所以這地方我們就介紹了 PSM 就是Face Shoot Mask 就是下個影光照 第二個我們介紹了 OBC 就是要修圖案 因為會散射 要減少它的光的繞射行為 大家介紹光的繞射行為 或者說 要把光的繞射行為 考慮進來來掛光照 這叫做OBC 好 那第三個我們就介紹的是 浸泡式 浸泡式 浸泡系統 第四個就是 WP的技術 就是一個圖案 那我可以分兩次完成 這兩次完成的密度 可以比較 光照上面突然的密度 會比較稀疏一點 不要那麼密集 因為越密集的解析度會越差 好 這樣子 那接著呢 其他的曝光技術還有什麼呢 其他的曝光技術還包含了機子外光 就是現在在用的 那他有一些納銀壓銀圍 這基本上沒有用在VLSR 可能用在其他產業前 但是VLSR沒有在用的 因為這就像我提供講的 他就像蓋章一樣 蓋章 每蓋章就是一個圖案 每蓋章就是一個圖案 這圖案上的形狀 尺寸 是納銀等級的 這個樣子 那Double Handing呢 您介紹過 極紫外光 他的波長只有13.5nm的 而 極紫外光的波長 基本上介於紫外線跟X-ray的間 X-ray的波長就小到接近1nm的 小到1nm的 使用極紫外光的原則很大 的訊息就是什麼 因為波長很軟 它很接近X-ray的 極紫外光很接近X-ray的 極紫外光很接近X-ray的 那在哪什麼呢 它光的透 它光的穿透力很強 它的輻射強度 它的穿透力太強了 使得怎樣呢 你的光照要特別設計 因為穿透力太強 你的光照 萬一不把它擋住光的話 那光照就沒有用了 所以你光照上的幾層 就必須要你都擋住極紫外光 所以呢 就需要有很多層Apple SI 前面讲过MOSI是一个可以吸收光的东西 它的透光率只有20% 所以我们就希望利用许多MOSI来降低 极脂外光的强度 以及怎样呢 不想要被透光的地方 还沉浸什么东西 反重整吸收层跟抗反射层 来避免怎样呢 避免不可以透光的部分 极脂外光不需要透过去 那透过去的地方不要再反折 这个反射回来 就这样 所以你会发现使用不同的光源 光照的组成也会跟着改变 因为光照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拿来看光的 如果你今天使用极脂外光透光的强度 透光的能力太强的话 你就需要使用特别的材料来去制作你的光照 否则如果你的光照挡不住这个光 这个功能就没有用了 所以我们之前才讲到 如果是使用S-Ray 那时候就想到用盖 就是用人体里面的盖来挡住S光 或者是用黄金 用黄金来当作光的阻挡层 造价就会比较昂贵 所以越先进的制程的曝光技术 或是越微小越精密尺寸的光照 越来越昂贵 通常一个机体电路里面要曝光它要做光照 大概有几十道光照 需要做几十道曝光 那每一道曝光都会使用EUV吗 不会 沙拉机不会用牛刀 只有在最小的尺寸曝光的时候 会使用最先电子的技术 而且它尺寸比较大的区域呢 就会使用 前面讲的 可能使用I-Line 可能使用什么呢 一般的精度是技术 不需要使用EUV 或是用原来的睡眠灯 拱灯光就够了 所以在整个半导体的 或者说在整个清理电路的设计当中 或是在整个模式配的制造过程中 有两个地方一定要 或者说这两个地方是尺寸最关键的地方 通常会使用最好的护光机的 一个就是什么呢 电晶体的扎紧 GAC 因为我现在在讲缩缴尺寸 因为它是个关键尺寸 GAC的长度是一个关键尺寸 第二个是什么呢 Contact Contact 是非常关键的 所以 通常会 通常整个光光制程当中 最需要用到解析度最好的 就是GAC跟Contact 因为一个force配的主观 大概是长这样 画简单一点的话 传统里面是第一个 A2的旅群 主动群 旁边就是绝缘的部分 所以 这四周的地方就是STI STI 就是挖下去 shadow change isolation 挖下去 shadow change isolation 只有中间这个地方 才是这个 这个就称作为主动区 原件的主动区 A2的旅群 中间这个叫做A2的旅群 GAC 然后龙头是不是要坐在上面 所以呢最关键就是GAC GAC的长度很短 GAC的长度大家就只有 只有10 只有10 诶 我们之前讲到 我们之前查给各位看 期待你的长度是多少 还记得吗 那时候不是有 还有找路门给大家看 还记得吗 是多少 大概10几吧 看一下 记得吗 看一下 请不吝点 7奈米智能智度的長度大約只有16mph 7奈米大概只有19多一點 14奈米的話大概20 所以能看到這個地方只有16個沒有音的作用 所以Gag的圖案 這個圖案 再來因為原件量越做越小 所以這裡也很小 那這個地方會很小 那因為我們剛剛講過 在辦案這個技術會使用這個spacer的技術 會使用到這個spacer的技術 所以最後能夠開contact的地方 contact的地方非常的長 能夠開contact的地方也非常的小 最後就是要平坦外開contact 這個contact的附網這個尺寸也很小 而且尖距也很小 尖距也很小 所以整個 在這個觀光步驟當中呢 最具有挑戰的就是gate的尺寸跟compact的尺寸 通常這兩個是會使用最厚的固寸金屬 可是像這種AV-RUG 這個尺寸更大 相較一個人來講 這個是很大 在這個比較大的 它曝光的時候 需要用到EU-B嗎? 不需要 不需要 所以你會發現到 不是 最先進的這個技術的 每一道都使用最先進的曝光機 不用的太貴 太貴 所以基本上能用的 齒寸大的就用舊的 齒寸小的才需要買EU-B 這個樣子 齁 齁 那這裡會告訴你說 吸收成這什麼材料啊 打扮成這什麼材料啊 為什麼這些啊 什麼什麼 奈乙壓抑技術 奈乙壓抑技術 它實際上就是像蓋印章 怎麼蓋印章呢? 它先在表面塗抗石劑 然後呢 將你的印章就是你的光照 叫做摩光照 就是你的圖案 齁 在 在你的印章上面 然後壓在塑石劑上面 壓在上面之後呢 然後 加熱 加熱讓它才能 硬 變硬之後 形狀固定了 再把這個光照 齁 或把這個模具 移開 移開後 圖案高高低就出來了 高高低就出來了 高高低就出來了 就轉到表面 再說10顆 比如說像這樣 這樣 這是基板 這是你想要10顆的材料 上面有個抗石劑在這邊 然後模具 壓下去 就好像做壽司一樣 一壓下去之後呢 突出來的地方 抗石劑就少了 凹進去的地方 抗石劑就變厚 因為它就是 你想它是一個 其實太重的農民 就像光柱一樣 是個容易乾爲 壓下去之後就有不外 有高低低之後呢 接著就加熱 接著就是把他加熱 加熱就是這樣 抗石劑的硬化 就像光柱一樣 硬化之後呢 再把這個 魔光照移開 一開之後 突然就有加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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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厚的地方就留下來 那厚的地方就留下來 就這樣 就實在下來 高潔心度 低成本 但是我沒有看過 有誰在用這個 所以突然 特本上講的這個東西 我結束目前為止 也齒聞齊聞 我從來沒有看過 這個東西啊 是否真的存在 我也不曉得 畢竟 世界這麼大 老闆真的有人講 沒有屁股 這樣缺點是什麼 你拿起來之後 可以確保你的 印章上面是乾淨的 會不會沾到一些東西 如果有沾到 你去拿去洗 洗完之後 我發現兩個 這是耐米 耐米尺寸 那在用的過程中 它是不是會很容易消耗掉 就好像印章蓋久了 那個圖外就會越來越 因為你是有硬力去壓它 它就會破壞 它就會存耗 所以圖外也會很容易 漸漸的就 好 再來就是 最早是 X光很早就很像起初啊 但是就是因為 Immersion 競爭式激素的發明 所以使得乾觸 TX光的人 全部都 全部都 要破長 那X光的話 這圈流是什麼呢 它的定質性很長 波長很短 所以幾乎沒有繞射效率 但確實它的穿透力太長 所以怎麼辦呢 要用厚厚的筋 才能夠擋給住 X-ray 才要使用筋 或者是蓋 這些東西 接著介紹電子素系統 我們前面講過 電子素直顯系統 它 電子素的波長 取決於電子素的動量 代表什麼呢 你只要給電子能量越高 給它電壓越高 把它加速的越快 它的波動性能波長就會越短 它的緊繫度就會越短 但缺點是什麼 它不是光 它不是光 然後呢 因為一般光照下來 它給你不滿整片光照 變成整個光照到光照上面 拖光下去 可是電子素 你要產生這麼大的電子素 哇 那已經變成一個武器了有沒有 變成電子 電子槍了 那太鼓了 電子素呢 它是高等的 如果這麼高等 還變成一個電子素的話 那就變成大家在 實際大幅看到的那些 那些破壞性武器了 就直接打過去 人就會死掉 電子素呢 基本上 就像我之前講的 它波長很短 但是通常電子素 電子素的B size 就是電子光束 它的尺寸 它的這個 把它視為是一種光源的話 它的冰 size很小 所以你最想像它 那是一個很細的毛筆 在光照上面畫圖案 它可以做很小尺寸的東西 但是它很花時間 這我們之前講過 所以電子素是用來幹嘛的 製作光照的時候有 因為大家有沒有想過 那光照怎麼知道 光照上的圖案應該是要 最精準的嘛 光照上的圖案要最精準 所以光照上的圖案應該怎麼製作呢 就是使用電子素 用電子素去畫光照 幫光照上的光圖 曝完光 因為光照的製作是什麼 光照的載體是玻璃 好一點就是實音 實音玻璃 然後其中有一面 全部都是各金屬 或者是擋光的材料 然後呢 你接著要把它刻出圖案來 怎麼刻出圖案來呢 一樣整個 金屬 擋光材料上面 一樣 摳平光圖 摳平光圖之後呢 我們用電子素直寫系統 把你要的圖案輸入到電腦裡面 電腦再根據你檔案上的圖案呢 用電子素去寫 用電子素去寫出你的圖案 也就是說 用電子素來讓光圖曝光啊 讓電子素提供能量給光圖 讓它產生化學反應 然後呢 讓它可以被溶解在 顯示裡面 所以電子素去寫 所以光照的製作呢 用電子素是最勞進的 那刺激一點的是用什麼呢 用雷射去寫 用雷射去寫光照 那電子素是因為它的波長可以很小 那雷射總是有一個清明的波長 看你怎麼設計 所以呢 寫完之後呢 接著就是去寫 讓光照上的光圖圖案出來之後 然後再接著去石刻 石刻下面的金屬 像個金屬 或者是剛剛講的 所有那種擋光材料的材料 都會石刻掉 隨著再把光圖去除以後 光照就完成 光照就完成了 所以會使用電子素去寫光照 那除了電子素 當然 除了利用電子素之外 還可以使用什麼 離子素 離子素已經不光 但是離子比電子還要重 還要大顆 但是離子素的優點是什麼呢 離子素的優點是 離子 還可以做十顆用 如果今天你的 所謂的離子就是什麼 帶電離子 而它可以是個分子 也可以是個原子 看你的離子的分離是什麼 你可以讓分子變成離子 你可以讓原子變成離子 那如果是分子 的話它就很搭配 很搭配 很搭配給它 高等加速度的時候呢 它會產生的轟擊 所以 離子素通常不會拿來 用在 不光啊 通常是直接拿來幹嘛呢 轟擊材料 直接用石刻 直接把它拿石刻在用 直接這樣 當然你可以拿去 用在布光上也不對 但是有電子素 就不太需要用到離子素了 離子素也是可以做微 但它的 基本上它的做法裡面 電數一樣是用寫的 用寫的 那離子素 真正的用途是拿來當十顆用的 那整個微乳的安全性的問題呢 基本上 只要在入生肢裡面 就會有很多的化學物理 而 在微乳 黃光市裡面 微乳區裡面 最常看到的 化學物理是什麼 第一個 瘤酸跟酸污水 為什麼 瘤酸跟酸污水 是去除有機物的好東西 而什麼東西是有機物 光主就是有機物 所以瘤酸加酸污水 它可以去除什麼呢 它可以去除黃光區裡面的光主 所以你會在黃光區裡面看到 可能會看到它 一般會把它真的放到黃光區 通常是放在外面 所以通常裡面不會放這樣 只會它的空間很小 外面又已經很慢 一般不會放著 一般都會放有機物 包含什麼 2加分 HMDS就是那個黏鑽劑 就是光主跟軍員中間的黏鑽劑 HMDS TNT 所以都是有機物 跟什麼呢 跟你的光源 而光源其實講的只有水 水 水本身的蒸氣是有的 所以要小心 所以黃光區裡面的容量 主要是什麼 HMDS 還有什麼 鄭光主 或副光主 或者它的鞋影記 像2加爾這種東西 它的鞋影記也都是有機物 所以呢 基本上文多的會生命很好 文多的是 有機物 名字文多的都不好 對到黃光區事件的時候 有個未來安全一點會怎樣 會帶一個 那個 綠罐型的口罩 就是 毒氣面具有沒有 就是有個綠罐 就是其他西部線頭線 經過這個綠罐再復興進去 那還會有什麼呢 可能會有 有佛 哇這些 應該不太會在裡面 紫外線是有吧 那就是曝光機的機械 還有水銀燈裡面 水銀燈要不會激發光 會自封高壓電 會有電力的危險 這些都是一些場合的東西 其實水 汽電關的東西 那這方結最後給了一個總結 所謂的光學圍影 是一種不外化的製程 那現在都是使用紫外光 就是拱光光 比如紫外光 以及現在最新的就是 7紫外光 它是將光照上的不外 等比例或者是縮小比例 縮小比例就是被縮光照 可能是5比1 4比1 10比1的尺寸 移轉到哪裡呢 將光照上的不外 移轉到機能表面 被燒著光組 那正光組是照到光會被溶解掉 副光組是照到光 反而更加不可溶解 這我前面講過什麼 那正光組是比較副光組 那光組裡面的組成就是有 具有物 感光組的廣告 融解跟添加器做成 那整個圍影的製程過程 要進去之前 要先清洗 避免有怕流 清洗完之後 表面有水系要先烤蓋 烤蓋要上光組之前呢 為了增加固著力 上HMES的提起層 它是蒸汽型態 在烤箱裡面蒸汽的塗布上 那個蒸汽的Coding上去之後呢 接著光組進下去 用旋軟的方式的塗布 叫SteamCoding 旋圖完之後呢 軟空卡 增加它的黏字形 增加它的黏字形 可以稍微曝光 它可以增加它的附著力 稍微曝光 然後呢去對準曝光 曝完光之後呢 如果你是化學正常清光組 曝完光之後 還會再把它烤一下 讓它裡面發生化學反應的更強烈 然後呢 接著是怎樣呢 接著去做 鹹影 鋪完光之後 去除公園EBR EBR是在 鹹影的 那EBR在上面 就有 那邊 要去除光學 病原消息物 這些東西 紅卡完之後 鋪完光之後 就鹹影 鹹影完之後呢 就拿去 硬紅卡 硬紅卡 撥完之後呢 做圖外檢測 好 那青蛇為了 減少污染 好 然後 玉紅卡是為了 去除旋氣 好 這些都基本上 還是都會有 那光組的厚度跟均勻性 就跟你的轉速有關 我們先被講過 光組在圖頭 都是兩階段轉速 第一階段比較慢 那它先均勻地分布 第二階段比較快 是要來控制後路 要來控制補過後路 好 好 大家還有什麼特別要注意的 大家還好 好 那附光機又可以分接觸式的 附光機 進階式附光機 跟投影式附光機 還有附近機 而其中接觸式跟進階式的 就是圖案是一比一的 光照上的圖案 跟轉移到光柱上的圖案 是一比一的 而其中接觸式就代表什麼呢 光照跟光柱真的 有了 7道 那你就要定期的去洗光照 因為光照上面就會殘存光柱 那進階式就是 刻意隔著幾排光柱 那好處就是它不會沾到光柱 但缺點是什麼 它跟光柱有個間隙 那就會有額外的繞色效應 圖案會差一點點 差一點點 這間都不是現在在用的 這兩個都是訓效在用的 在業界都使用什麼 投影式附光機 它是非接觸式的 那用很多的光學後 就把光去桌下來 基本上使用的是被桌光照 然後既然被桌光照 一片晶圓上的圖案 它就要曝光很多次 就需要附近機 移動的 移動你的晶圓 然後呢 光柱可會發生所謂的駐波效應 就是什麼 陸射光跟反射光 產生所謂的駐波 這個駐波效應要移除是怎樣呢 就是你顯影完之後 顯影完 曝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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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曝光之後 曝光完 一樣 讓它 在爪的過程中 在增加化學環的同時 也可以讓怎樣呢 曝光完光之後 它們會再流動 原本是凹凹凸凸的嘛 比翼加熱之後呢 光柱可能會再流動 就玩的比較銳利 好 比玩的比較銳利 好 比玩的比較銳利 這些都其實有點難過 然後呢 新世代的曝光技術 就是結合了什麼呢 靜輪式技術 還有大方PETA的技術 所以可以先做到現在的其耐尼 融合的淨輪式 紀錄式的 跟BOWER PATTERN的技術 那同時呢 到其耐尼之後呢 又開始有所謂的EUV 已經沒有這些了 就直接是EUV 這些納米狗白 直接把它扶養 等到出現了再把它花給你 好 現在沒有 現在只有EUV而已 現在就是EUV 好 最近的新聞 台積列一次下單要的 20台EUV 每一台要1.5億美金 請問台積料 絕對多少錢 如果是20台的話 就需要 30 31是多少台利 900 910 我賺一個月的利息 我就爽了 對不對 一個月的利息 可以好多什麼 好 所以就知道 要蓋金園廠 這個生意 這個資金的門檻有多高 而你有錢 他還不能做得到 因為他既要花錢 又很需要文餐 所以台灣現在可以 站在這麼前端 真的是很不容易 大家要把它切離下去 所以兩個EUV 這個一拍就賣一拍 好 以上是黃光的部分